我自己最喜歡的角色通常就是剛剛做完那個角色 就是其實是2046年那個週末運 對來說很大挑戰性 因為我演同一個角色 但是用一種同一個方式去做那個角色出來 所以今次 而且通常我都是這樣的 都是最近那個我最喜歡 因為你看到幾次之後 你總會發覺有些比方不滿 又會覺得自己可以再做得好一點 所以通常都是剛剛做完我的角色我最喜歡 我平時怎樣揣摩的角色 視乎不同的導演 譬如你說好像黃靠的導演 根本事前就是沒有一個故事大綱 也沒有一個很特定的方向 變成一邊做的時候一邊創作 跟其他導演的方式就會很不一樣 例如其他導演會有一個完整的劇本 你變成在事前 你就可以很了解那個故事和那個人物 通常我就會設定一些那個人物 之前發生的事情 例如我們現在 我會設定他小時候曾經有過什麼經歷 或者他和這些朋友小時候曾經在哪裡玩過 或者有一些東西令他印象很深刻 這樣才構成那個人和朋友之間的關係